前年在韩国发生的性剥削N号房事件震惊国际 也让各界正视数位性暴力事件的存在 今年3月行政员就通过了刑法 而统计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修正草案 就是希望明定法规遏止数位性暴力犯罪事件 目前官方草案已出委员会 即将进入党团协商 但有民团认为修正草案内容有三大破口 包含犯罪类型规范不足 下架不及时 今晚影像无法管等 性私密的影像跟声音 其实都是应该在这次刑法纠正里面 同时被保护的范畴 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我们也要求就是 这次应该要纳入所谓的专人专责机构来处理 这样子的一种犯罪类型 根据现行法规 对于性私密照片的取回 目前只能依刑设诉讼法 搜索扣押押程序处理 只有检察官法官有权处理 被害人则难以立即从警察机关寻求协助 另外这次修法草案 也没有纳入合意拍摄影像被威胁的样态 24小时下架机制 以及加害者自主下架等内容 忽略尚未散布而遭威胁的问题 无法预防悲剧发生 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因为最终的问题就是这些相片是我的相片 而我不想要这些相片在某个人的账号上面上传 而被众人观看 真的发生过朋友无意间发现我的影片 甚至发生过陌生人 透过工作的社群网子在骚扰我的事情 这种未知的恐惧和无助 是一直会笼罩着我的 为求建立完善保护被害人的机制 民团针对修法草案提出三大建议 新增24小时及时下架影音内容的时间限制 让被害人受到及时保护 再来是增设民事保护令 到国法院及时裁定 命令加害人交付删除 销毁或移除已上传的性私密影像 进而解决境外散布的问题 最后则建议把散布性私密影像的行为 列为恐吓罪 进而跟民间版新增的民事保护令内容嫁接 完善被害人的保护机制 武政官方草案破统 武政官方草案破统 民团也呼吁立法院应参考民间版草案建议 并尽速三度通过修正草案 保证数位时代人民敏于性别暴力的影响 有些新闻总部 达到斯布拉利亚台北市采访报道